那么学习完这部内容之后呢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刚刚我们通过Xpass 不是说错了 通过正的表述式来获取了这个段子里面的所有内容 对不对 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已经获取了段子这一块内容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要获取这个图片 名字 时间 点赞数 点复赞数 收藏数和评论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全部数据全部打下来 我们用正的表述式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费劲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 后续可能并不是在每个地方 我们都要用正的表述式去匹配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会用正的表述式来匹配会更多一些呢 就是在我们获取 类似这种mask time的值的时候 我们会用正的表述式会更多一些 它可能是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一个字不串 我们需要它 比如说或者一些价格 它在页面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正的表述式比较多 那还有种情况就是我们像之前的36克一样 之前的36克呢 它是在 我们的script标签里面 包含了一个json对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会用正的表述式来匹配 那么其他情况呢 像这种数据呢 我们需要成块成块的 把它全部提起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用正的表述比较少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会学习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从页面上 提取这种整片整片的 全部的模型的数据 那这一部分内容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 xpass这一部分内容 那首先 为什么要学习xpass和rxml 因为正的表述式提起数据 相对来说比较费劲 对吧 所以现在呢 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那什么是xpass呢 xpass它是一门 在html中 或者xml中 查找信息的语言 可以在html和xml中 对元素和属性呢 进行便利 它首先呢 是一门语言 既然是一门语言呢 对应的呢 就有一些语法 对吧 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来学习它的语法 那对元素和属性 进行便利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获取hxml中的元素 以及元素对应的属性 比如说 赫福的值呀 或者class的值呀 或者A标签里面包含的文本呀 都是可以会议到的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放了一个w3c square上面 关于xpass的一个官方文档 大家感情都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文档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那么在 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其中的 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已经能够100%的 不是100% 80%的解决我们后续会遇到的 关于xpass方面的问题 那么 剩下一部分内容呢 如果我们xpass上课学的解决不了的话呢 我们就是需要去 自己去查一些资料 那么后面呢 我们遇到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讲 对应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 在这个地方 xpass它除了能够从 还是chaml中 查到数据 还可以从chaml中 查到数据 对不对 那chaml我们前面是不是 见过呀 在学解构化数据的时候 对吧 那么xaml和htm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来学插发的之前呢 请来看一下 认识一下xaml xaml和htm它名字是不一样的 一个叫可扩展标记语言 一个叫超文标记语言 那么 虽然它名字看起来就那么几个字的差别 但是其实它们的用途 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因为它们设计的目标就是不一样的 xaml跟jason一样 是为了帮助我们去传递和存储数据的 而htm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展示这个数据的 能够理解吗 htm做展示 那么xaml只是在前端后端 在数据交互的场景下 去传输数据的 是吧 那么在xaml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它和我们htm里面一样的 也是用签块扩起来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节点 那么在htm里面呢 我们经常把它叫做标签 对吧 其实这个并不重要 我们不想把它叫节点就叫节点 想把它叫标签就叫标签 我们只是为了区分一下它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关心里面包含的数据 我们就要是里面的数据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这个book节点呢 它是包含有title author year price 这些节点的 那所以说book节点 以及title author year price 这些节点 逐渐的 肯定存在一些关系 这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的 我们自己的家族族谱的这种关系 来看一下 book节点 也是authoryearprice的负节点 这可以理解吧 那对应的话呢 titleauthoryearprice 就是book节点的 子节点的 对不对 那么 title和author 它们本身 它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 它们属于一种病例的关系 对不对 这种病例的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兄弟节点的关系 title是author的兄弟节点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对不对 那么 如果说book节点 它有一个负节点 叫做bookstore这样一个节点 那么book store 它们就是book 以及title的 祖先节点 那么同样的 book节点本身呢 也是title title节点的 祖先节点 这个很好理解吧 对不对 那么对应的呢 这个title 就是book 以及bookstore的 后代节点了 这个可以理解吗 祖先节点 后代节点 兄弟节点 父节点 子节点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 族谱的关系 这一点是非常好理解的 对不对 那么这是关于 xml的这些节点关系的简单认识 那么后面呢 我们要学习xpass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工具 我们得告诉大家 在chrome里面呢 有这样一个工具 叫做xpass helper 这样一个工具 它能够帮助我们 去从elements中定位元素 那这工具呢 长这个样子 一个小叉叉 点一下它之后呢 弹出来一个窗口 左边呢 我们写xpass 又有变出来结果 大家可以装一下它 它的名字呢 叫做xpass helper 如果大家能翻墙的话呢 去装一下 如果不能翻墙的话呢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给大家发过来 那么在windows下面呢 有这样一个软件 叫xml query 这个xml query呢 它也能帮助我们 去写xpass 它但是它好像只对xml 格式有效 对itml是没有效果的 而且它只在windows下面有用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有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了 在filefocus下面呢 也有对那个差点 叫xpass checker 它能够帮助我们 也是一样的 帮助我们去定位这个元素 去写xpass 取数据 那么后面的课程呢 我们都会以这个xpass xpass helper为准 因为我们用了一只都是chrome 对吧 通过它来学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xpass的语法 发布 发布 是 再次 误闷